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天学 第三百七十几 木姆这两日的伤势 不仅仅没有好起来 好像还越来越严重的模样 一只脸色苍白 偶尔甚至会吐血 就连凤九儿都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伤成这样 明明伤口恢复得越来越好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吐血呢 每次给她把脉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吐完血再把脉 确实有那么点气息紊乱 但很快也就会恢复了 她的身体非常强悍 伤势复原的也是非常的好 至于为什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凤九儿真的不知道 叶罗煞提一股好几回 要给木姆换一个大夫 可木姆谁都不要 叶罗煞甚至已经让人过去 却都被木姆赶了出来 除了凤九儿 她任何人都不信 现在木姆的伤弄成这样 叶罗煞也不敢对九儿贸然做些什么 就怕木姆真的有个什么意外 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转眼 离凤凰城已经不到两日的路程了 这个地方 夜色中 看着远处的昏尘 凤九儿下意识握紧了掌心 心有余悸 上次就是在这里 她差点丢了自己的命 已经离开了最后一道城池 只要穿过这个三步管的地带 就能够进入凤凰城 可在进入凤凰城之前 凤九儿如何能忘记 这么个地方 蝴蝶谷 就是蝴蝶谷里头的蝴蝶夫人 为了救九皇叔 差点将她给弄死 虽然 若是为了九皇叔 哪怕是要了她的命 凤九儿也不会在乎 可自己主动去献出生命 和被人用手段逼着丧命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蝴蝶夫人 这笔账 他们还没有算清楚呢 看什么 木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 就站在她的身后 没什么 看看这夜色 以前的事情 木木既然已经忘了 那就不提也罢 木木却看着远方的夜色 眸色渐渐变得深沉 这个地方 有点熟悉 你想起来了 九儿回头看着她 眼底略过了几分讶异 木木 眯起眼眸 盯着蝴蝶骨的方向 薄唇紧敏 忽然大掌落在胸口 眉心紧皱 木木 怎么回事 哪里不舒服 这两日 她总是时不时地 苍白着一张脸 虽然九儿已经 有所怀疑 但 她吐血是真的 她也很害怕 她继续这样吐血 会毁掉自己的身体 知道吗 没有 只是好像想起些什么 心头忽然很痛 木木 吐了一口气 大掌落在 她的肩头上 给自己轻轻扶了一把 我 我是不是曾经在这里 差点死了 九儿心头一动 没想到 木木 木心痛 竟然是为了她 她摇摇头 和她一起 看着远方蝴蝶谷的方向 这个傻男人 明明是她差点死在这里 但对她来说 是不是 比她自己要死去 更加让她心有余悸呢 是我差点死在这里了 但后来 你把我救了 你这一头白发 凉风 袭袭的夜晚 木木这样一头白发 真的让人看着心疼 晚风吹起 吹开她的发丝 让她整个人 显得更加清冷 孤寂 九儿回头 看她那一眼 忽然间 心口也疼了 她有点慌 这样的木木 等到了凤凰城之后 自己该如何跟她相处 九皇叔 是不会允许她 继续留在她身边的 可若是没了自己 木木怎么办 她将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将会比现在 孤独万千倍 到时候 她是不是又真的 能够狠心 丢下她一个人 有些关心和牵挂 与男女之情无关 她很清楚 自己对木木 是什么感觉 但这样的关心和牵挂 却已经 抛不掉 丢不开了 原来我熬白了一头青丝 是为了救你 木木心情 似乎好了不少 现在看着自己 这一头白发 好像比以前要顺眼太多 嗯 值得 她淡淡道 唇角有几分 让人怜惜的笑意 凤九儿看的眼角 一阵酸涩 忽然转身道 外头太凉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好 回房间吧 木木没有说什么 随后跟上她的脚步 对于现在的木木来说 没有世俗的纷争 没有那些压在尖头的责任 和担子 整个生命里 就真的只有凤九儿了 她过得很好 虽然身体没有好起来 可是只要有凤九儿在 她唇角没烧 时不时就会有一份笑意 那样的笑 轻松自由 是过去的木木 完全没有的 那个永远压抑着 自己情感的木木 那个永远肩负着重担 连笑都觉得奢侈的木木 彻底解放了 如果不是因为 怕她和乌鸦 将来不知道怎么相处 叶罗莎其实 也不想动凤九儿 毕竟 是因为有了凤九儿 才有了现在的木木 她不是真的 想要让木儿不开心 却只是不敢 她怕木儿 过得太轻松 会忘记自己的使命 可如今的木儿 却又真的让人 看着欣慰 有时候 就连叶罗莎 都觉得很矛盾 不知道 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 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 想要让木木如何 而现在 似乎已经完全 不需要去考虑了 因为木儿 不再听她的 木儿 要过得如何 也不是她 有资格来决定的 反倒是这样的日子 就连叶罗莎 都觉得轻松了 九儿等木木进来之后 远远地看了眼 对面房间的叶罗莎 这才将房门关上 木木回到房间 就拿了一本兵书 坐在长椅上看着 等察觉到九儿 有点不寻常 她才抬头 看了她一眼 怎么 这眼神 是对她不满意的意思 你是故意的 是不是 凤九儿这话 没头没尾的 一般人肯定是听不明白 但木木心里清楚 她点点头 在九儿的面前 从来就不喜欢撒谎 她喜欢这种忠诚 只要对她忠诚 心情也会好 不过这件事情 要是九儿不问 她就不想提 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可你这样伤害自己 万一弄出什么毛病 以后怎么办 九儿真的有点生气 她好不容易给她 将身体调整回来 她怎么可以就这样 随随便便地 伤了自己的元气 只是为了让她们 暂时不对我出手 值得吗 只要我多加防备就好 何必要这样伤了自己 木木却放下书本 忽然将她拉了过来 认真道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都不想冒险 我承担不起失去你的风险 你明白吗 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